霍林县警察局为了有效打击诈欺犯罪 积极刨根溯源有效打击诈欺集团 刑事警察大队在最近半年 共计侦破了5个诈骗集团 那么根据刑警大队的统计 上半年迄今破获的集团 大多是属于投资诈欺的犯罪形态 而遭诈骗金额总计约1亿2000多万元 那么相关的嫌犯也都全依照了诈欺等罪嫌 以请地检署侦办 去年11月刑警大队和刑事警察局 电信警察大队接获请知 有嫌犯以办门号换现金的名义 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吸收人头 向电信公司申办高支费方案 但是在拿到手机后就不缴月租费 112年年初陆续通知涉案的109名 人头嫌犯盗案说明 本集为了提升民众反诈骗的意识 由花莲分局被封为劝势阿舍淡淡的警察同仁 推出了投资型诈欺犯罪的故事 影片以微电影的方式配合以幽默 莫威胁的演技呈现 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有兴趣看完 短短5分钟的影片加强防诈骗的印象 那同时我们也邀请到职棒的明星球员 以宣导的方式一同反诈提升民众反诈的意识 并查明该集团周姓祖贤是以办门号换现金为诱饵 在花莲的原住民部落利用民众加入 花莲县警察局为了提升民众反诈的意识 由花莲分局被封为劝势阿舍淡淡 拍摄关于我和骗鬼变成投资老师的故事宣导影片 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决心不变 并呼吁民众如有发现不法情势 请立即向警方机关检举共同打击犯罪 建构美好的居家环境 记者凌杰花莲室采访报导 出来之后好好做人拔 刁面挥上